Hello,大家好,我是杨阳 就是我们甘肃这么多年的一个变化啊 就是从我小的时候 就拿我们村子来说吧 以前都是那种四盒啊 就是那种土墙啊 然后是那种青蛙 但是通过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现在都变成那种砖墙 然后那种小红啊 甚至小二层都有的 就整个村子的一个变化确实还是也很大的 就前段时间去我们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那个小县城里面哦 都能感觉到那个县城的变化 都是天翻天覆的 就是也是真的感觉 在我现在感觉到还可以 但是在就是外面人的眼中 对我们甘肃这边的一个印象就是 比较贫穷 干旱然后缺水 嗯 怎么说呢 都说我们这边的那个财力特别高 是不是 那确实相对而言 相对有些地方来说 我们这边确实是 可能高的那么一丢丢 但是我觉得吧 像我们甘肃这边 那个财力高 它也是有原因的 知道吧 就比如现在的大城市 或者是外面城市里面的人 人家的那个什么 工作呀 待遇呀 文化程度啊 设置你的这个思维 眼界啊 都是跟我们这 村子里面的人是没法比的 你像在我们这边的农村的话 嗯 本来父母就是农民 你唯一改变你这个命运的可能就是读书 但是你说有孩子也是比较叛逆的时候 该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读书 现在年纪稍微长一点了 出来去打工的话 不好好上班 不好好工作的话 就导致一直都是这样贫穷的嘛 为什么说财力这么高呢 他可能就是看不到 从那个人身上看不到他的闪光点 看不到他的潜力的话 可能就人家为什么要嫁给你呢 是不是 相对而言就是这么些年 我们肯定都是有目共睹的嘛 你想一些公务员呀 教师呀 或者就是比较稍微有一点 那个人家说的铁饭碗的那种啊 反而人家财力不是那么高 因为他最起码你嫁过去之后 你的这个生活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嘛 是不是 就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啊 人家可能就是前段时间的一个人口数据调查嘛 就是说女孩子就是三十岁以上的女孩子 没结婚的那个数量反而挺多的 而且男孩子一般工作都比较好 胳膊不愁说是你说那个什么财力啊 啥的这些东西 反而你在我们农村里面 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嘛 你生活的苦就是有两样 总有一样你得去吃 你吃不了读书的苦 你肯定要吃生活的苦 所以说你像城市里面 人家父母可能要么就工薪阶层 要么就是做生意 是我们当官 然后你的这个文化程度 思维各方面 你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然后就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指点 或者包括就是对他们的一个帮助吧 肯定是比我们农村这边的肯定要多一点嘛 父母都是农民 没什么文化程度 而且思维都是比较一个 就感觉定向的 定在一个圈里面 你对孩子这些身上都根本包不到什么忙 所以你唯有自己的孩子努力嘛 不努力的话 你说现在你像我们这边普遍一个现象 你说如果孩子不好好努力上班的话 你这个彩礼你大部分 你工作了那么多年 你连个十来万的彩礼或者什么都拉不出来的话 你这些都要靠父母 那人家肯定就不愿意嫁给你 所以我觉得还是必须得你自身有实力 把自己提升上去优秀了 自然而然财力就交下来了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人家可能 跟我一样这样大 8090的我们这边的女孩子 基本就大部分还是选择了外嫁 因为就是可能就我们甘肃这边 就外面像某这么大的女孩子 外面打工的话 人家可能就是找了外面的就出嫁了 所以说先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能力提升上去 好好的让自己变优秀 所以就说希望我们这边的男孩子 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吧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是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可以我们来讨论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